记者洪晨洪高雄报道,一株黄景恰巧种植在高市最南端经纬度上,被称为是近枝南树,两年前不敌墙台死亡,陵园各界为了换回对故乡海滩记忆,将在十一日原地复职,多数人不会在意高雄市最南端在那里。 六、七年前当地里常种植一排五十余株黄景在陵园区汕尾地区的卢记殿公园,其中有株因为种不下被独立种植,无心茶柳在北纬22度28,33,1M东京120度24,52,9以上刚好是高雄市最南端。 陵园区红树林保育学会总干事苏文华指出,早年陵园海岸生长了许多黄景,小时候常常在树下玩沙,或者穿过一排排黄景,快不跑过一百多公尺滚烫沙滩,才可以到海滩细水。 黄景因海岸线侵蚀而逐渐隐没,现在种植位置曾是明宅。 视镜之南树位在高平溪和海郊界,有了绝佳视野,东望大武山,东港,高平溪,南望小琉球,台湾海峡,黄景奈延且生命力强,枝叶浮书,当地人还在树下摆设椅子,多享夕阳美景,最后人不敌墙台枯死,两年来复持声浪不断。 男仔兄上格一看你骨椎的形影,贡软金黄的花蕊,当作兔版较软飘仔花,一首提一首拍飘飘飘,花蕊马会小唱快乐的歌,凌园国小老师苏曼丽写下台语事故。 相比从果叶树,生动的勇叹老一辈人对黄景的回忆,凌园区公所凌园红树林保育学会中游石化事业部合作复职,将在11日下午2时举办高雄最南一棵树复职加棉花,除了植树活动,还有街舞,社团表演,生态教育解说,诗歌朗诵,闯关拿好礼等活动,一起追寻故乡回忆。 感谢观看